刘雨帅惹人爱 去了很远的地方 阔北 总共开了七个小时 佛了 真的 就拍佛了 好可爱 我又爱上刘雨这种 又爱上刘雨这种 怎么来脱粉了 脱的这样了 还感染 你怎么没发红包啊 马上把它发到网上去 刘雨会面 没问题 不行 我这么说玩啊 耶 外卖 我不喜欢 最近上网从来没有刷到什么好玩的梗 比如说 那娱乐兵器 打开金东西想买一个新一体 Yes 不要299 不要199 只要99 哈喽 舞场大考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雨 听说这次新歌 编舞和MV制作都全程参与了吗 可不可以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 就是编舞呢 我是参与了一点点自己的设计的部分 主要的创意都集中在MV当中 在前期策划的时候我就一直有和导演灌输 我想拍什么东西 打造什么样的氛围 做什么样的视觉出来 本来是拍一天的 导演说 嗯 没问题 我给你多加一天 拍两天 然后我们就去了很远的地方 左北 总共开了七个小时 那有没有什么把处女座那种追求完美的树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遇到了极端天气 所以就打败了我这个处女座的极致的性格 佛了 真的 就拍佛了 一整个被这种40度的高温给打败 那几天北京最热还在旷野里面拍 真的失望 不是泪流满面 大家都知道你这种情绪很稳定的 这次有没有遇到你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刻 拍MVA 中间有一段让我要演剃胡子的桥段 然后真的是把那个T恤泡抹抹在脸上 然后用胡子刀给刮了 当时就是上半部分有妆 下半部分没有妆 拍完之后我说 哇 那这素材怎么用 霍清美颜也不行 然后我一照镜子一看 诶 没有区别 可能当片粉底涂得比较薄 微博也没有看你发一个摄影视画面吗 找全屏的马赛克 主要是手机里唯一一个拍监视器的画面 就那一个 但是还是想给大家小小剧透一下 就把屏幕给遮起来了 主要它拍的是大场景 我每个镜头都很喜欢 校园里的镜头我很喜欢 早上躺在床上和猫咪互动的那个镜头 我也很喜欢 预测一下粉丝看到哪些镜头会特别嗨 看到我金发的造型 他们嗨的点不是 哇 好好看 他们嗨的点是 头发的这样还敢染 我之前头发差不多这么长吧 然后现在已经这么长了 就断掉了 因为我一个月染了差不多有七八次 那有没有那种大家看上会 哇 好可爱 我又爱上流浴这种 又爱上流浴是怎么了 脱粉了 没有 又爱上流浴 再次爱上 可能拍镇见照的 非常非常好看 你今天这个耳机也是那个 因为我这几次采访 其实都想贯穿整个新歌的感觉嘛 所以就穿的比较校园和富 那如果你现在潜入了一个媒体大群 想一个怎样的方法 来动员大家一块给你的新歌做宣传 太简单了 真的太简单了 发红包啊 还要干嘛 你进大群谁听你说话 大家好 我是刘宇 谁会帮你宣传新歌 当然是发红包啊 马上把它发到网上去 刘宇贿赂 我没有给钱 如果是那一支经纪公司的老板去呢 你怎么发红包啊 可是老板不缺钱啊 谁说老板不缺钱 抢红包难道是为了钱吗 你抢红包的钱 能够用来维持你的生活吗 不可以 所以说只能是用来维持一个快乐的感觉 今天你手气好了 你今天整个心情都会不错 那如果是艺人型呢 发红包啊 当然是 艺人们也是很爱抢红包的 上次帮那个林默宣传新歌 其实基本上发完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链接抛到群里去 这样去转钱 我们的风格就是这样 粉丝对新专辑的案例里面 有没有让你觉得 抱在这个宣传界都是非常炸烈的存款 跑到刘大锤的直播间打歌这一天 让我很吃惊 那616我一定我上个道理 我也抢一张 他人还怪好嘞 他还免费的帮我打歌啊 或者他的态度挺好的 如果有一个机会 可以对狗家喊话 你会说什么呢 如果你们是想拍我的这种 日常的生活 咱们可以成立一个Vlog组 我们以项目合作 刘大锤知 刘宇的一天 这个项目拦出来 从我早上出门开始 拍到晚上 听说八月份会有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吗 能不能剧透一下现在的准备情况 我也正在准备 八月份的那个歌单 最兴奋的是 它好像是两个世界的感觉 就这场演唱会像两个世界 其他就 那能不能大胆猜脆一下 可能是去看你演唱会的时候 戴什么首服 穿什么造型 首服啊 刘宇帅惹人爱 希望吧 希望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八月也挺热的 我希望把那个长官里的空调开冷一点 我的服装比较厚 比较热 然后希望大家也稍微保暖 带个薄外套上 作为Ending王者 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Ending的时候呢 尽量的稍微微张一点嘴 那个时候体力已经消耗的蛮严重的了 但如果你把你的鼻腔啊口腔都打开 这个时候吸入的氧气量会更多 就那么几秒钟坚持一下 诶 就能拍出比较好看的画面 最多你能挑战多少种不同风格的 那可就多咯 第一种是比较吊戏的那种 吊戏 呃 OK 321 不行 我这么串 我认识 我认识 我不行 可爱一点的 比较酷一点的 这是完全动下靠点 一般Ending都是只有简单的一个 比如说回头啊 或者是一个造型 就不会有一个超高难度的Ending 超高难度 你放眼整个娱乐圈都不会有这样的 Ending吧 都说内鱼的镜头是横点 你有听过这么说法 内鱼的镜头是横点 那我以后去竖点 怎么样 动中不洗澡 那大家都说你的身段超级适合天侠 武侠之类的题材 有没有考虑过尝试一下 任何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 但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选择去演作品的前提是要有实力支撑 你如果选择去演戏 你肯定要把自己的演技的基础和基本功打好 那很多粉丝说你是那种天弦古人吗 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地选吧 我可以当个地选古人 差不多天选约的你 就感觉你非常适合那种 调威啊 然后穿着天气超漂亮 我也很期待就是要演一个武林高手那种功夫很厉害 然后在空中能翻360啊780那种 那是个字吗 是 但是我一掉尾牙我就有点害怕了 哇贼害怕 古装就那种很薄就会穿着很好看的 你知道为什么薄的人穿古装会比较好看 为什么 他身体越薄 他能驾驭的衣服就层数就越多 然后动起来的层次就多一点 周长越长 然后他飘起来的这个波浪感就更大 人家就会觉得哇 你的仙气buff就跌的比较高 你在仙气也算是那个舞丹吗 是武术的舞还是舞蹈的舞 都可以 你像哪个舞呢 都舞丹 那你觉得如果你们仙气要开那种歌王争霸赛 谁有希望拿到前三 秋生老师啊 夏天天老师也可以啊 对吧 之前有很多古风造型和古风舞蹈都一直在出圈嘛 你看到这些出圈的视频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觉得大家能够一想到流语就想到国风这个概念 就是哎呦蛮厉害的 我很感情的 我之前看过你那个郭峰没上天我倒是超级的 去看他们的舞台表现 可是都知道你上次著名的砍价世界吗 砍了4块钱什么 还砍多少钱 最近一次砍价是什么时候呢 找我的NV导演给砍价 哈哈哈 导演我们 合作这么多次了 以后咱们也得多多合作 你说是不是 最近也是购物节吗 有没有给自己的购物搜索来里面加一些内容 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的手机可以拿我一下吗 我想看一下我的购物程 因为大家现在其实购物欲望都挺强的 平时打开个手机一刷短视频可能就要买了 打开京东就想买你的新EP Yes 不要299 不要199 只要99 OK基本上都能播 你看前面复古耳机 帽子 遮阳伞 假发片 摸玉米 无糖 榴莲千层蛋糕 百香果 香瓜 热情果 罗旺子 酸脚 雅达子 泡脚包 最近上网冲了没有刷到什么好玩的梗 比如说 那鱼冷冰气 哇我真的觉得 怎么会这么巧合 难道真的是有这门兵器存在 附着在int1的身上 就感觉到哪儿 哪儿 节目就没了 这一点很恐怖的 还好是在我们解散之后传出去的 如果是在团期间 这个东西名声打响了 还有哪一个节目组敢邀请int1来 对吧 喜欢你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梗 多少金的人有多少金的繁补 能不能来填一下这个空